哈喽大家好,我是谢回分蛋陈正次 欢迎回到Cornel吐给了赤主义的烹饪节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道 潮州人年夜饭一定会煮的这一道菜 是什么呢 就是说豆干嘛 我们豆干闷大蒜 然后吃了有钱收有钱蒜 然后还能够做大关的意思 也寓意着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我们可以往更好的方向 有更好的前途 好,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什么呢 红萝卜 烧肉 豆干 彩椒跟大蒜 就是这样简单 好,现在我们来调个酱汁 蚝油 蚝油三半匙 鸡精油三半茶匙 鸡精粉一茶匙 胡椒粉一小茶匙 还有糖三分之一茶匙 好,这个就放在一边备用 好,这个我们稍微帮它飘一飘花 就是让它切的时候看起来有一点花纹 它就不会这样断掉咯 那你们喜欢怎样切都可以 然后柴椒也是一样 柴椒我们把它切成零 就是块状 才叫我们把它切成块状 豆干 豆干也把它改刀 切成一块块厚厚啦 切厚一些无所谓 才吃起来有口感到它也没有这样容易碎 接下来就是烧肉 烧肉要多的可以放多一点 然后也是一样 烧肉切块 好,倒定 接下来就是大蒜 啊 有没有钱收就看这个了 大蒜呢,我们切开斜刀 要切上一定的厚度 好,大蒜也好了 好,起锅热油 然后把切好的烧肉倒进去 先把烧肉放进去里面 先稍微跟它炒一炒 煸一煸让它出油 让它更加的香 在炒这道菜呢 最重要就是火力要够猛 火候要够大 那如果是我们在炒的时候 火力不够猛 它就没有办法炒出那个香味跟果去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了这个 Cornel的红外线gas stove 你看,它看不到火的咧 这红红是它的那个 铁烧到红哦 那如果我们刚开是看不到火的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炫的gas stove 你看,有没有很帅 看不到火 这个 我们烧肉炒到差不多后 它的油脂也逼出来了 然后把蒜放下去 豆干 放下去 然后放水让它闷一闷 把刚才我们调好的酱料 全部倒往进去 啊,这个叫红绿灯 行车会了 好 门好了 关火 快速的倒进盘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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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撒做一台脚鸡 好,这道菜就这样完成啦 你们看 那如果火候足的话 这个菜炒出来它是亮面亮面的 那如果火候不够炒出来 它的色泽就死死的 就没有这么亮面 因为它是全程功夫就在于火候 所以选择火炉很重要 然后这一道 就是送给你们的 希望大家可以吃 吃了这道菜过后 有钱算 还有钱赚 还可以做大关 恭祝各位 新年快乐 新享世成 天天有钱赚 天天有钱赚 好不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